各位朋友大家好 和大家报道一则市场上比较热门的消息 就是奢侈品品牌Chanel 进驻铜锣湾的精华中心 这个消息对于整个零售市场 或者店铺市场都是相当震撼 如果大家看看幅图 都可能有些印象 这个就是最早期大家听到 Forever 21 就是以一个千一万月租 就租入了精华中心 整个商场的部分 今次Chanel租 就是租了地铺一楼 和一些外场广告的部分 市场传闻的消息 就是月租是去到大约300至400万 如果大家看回近期多了这些奢侈品牌 租入一些较大楼面 或者月租的银马较高的铺位 很多朋友都问现在套位市场 是否会回复以往的光辉岁月呢 这里我和大家又一路讲一下 其实大家近期看到通关之后 第一阶段就会比较多是一些 药房、药妆、化妆品店那些开业 和一些餐饮类别那些比较多 大部分这些奢侈品牌 连锁店都会观察市况的进展 如果认为市场的而且确是复苏回复的话 他们就会开始进驻 我们不止看到有Chanel这些品牌 近期亦都有很多利好的消息 譬如尖沙咀广东道的新港中心 亦都传出是有日本的动漫餐厅集团 是以月租700多800万 租入了一个较大的楼面 去到700万呎 而其他一些连锁店 譬如如重本清、龙峰药房 其实在这个阶段都有陆续租铺 证明到很多商户 都对于前景比较乐观一些 预计店铺未来的走势 都会随着经济慢慢复苏 旅游业务一路慢慢进展 都会是十级以上 只要那些吉铺慢慢被消化 以及一些龙头店铺、旗舰店铺 陆续有一些知名品牌去租用 估计整个商铺的类别都会上升 预计租金水平下半年 都还有一些上升的水位 而且买卖市场近期 亦都开始唱黄 希望下半年 那个商铺市场 就会比上半年的表现更加乐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